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中表示 欧洲的经济正处于转绝点 大多数欧盟的国家将在今年的年底陷入衰退 衰退将持续到2023年的春季 而荷兰的经济亦将出现小幅度的收缩 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就被定义为经济衰退 预期衰退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随之而来的能危机和高通胀的结果 这会影响家庭的购买力 并对工业生产造成压力 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中 欧盟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战争的地区 以及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受到影响最大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 经济前景被异常巨大的不确定性所包围 因为俄罗斯的战争仍然在继续 好多的经济中断并非不可能 不利的天然气市场发展 以及2023年和2024年的冬季 可能出现的天然气短缺 对大多数的经济体构成威胁 而得益于上半年强劲的经济复苏 多数的欧盟国家 全年仍然保持3.3%的稳健增长 甚至比欧盟委员会 今年下季公布的2.7%的预期 而荷兰的今年经济增长率 甚至将达到4.6% 到2023年 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将降到0.3% 而经济只会在2024年 恢复增长的势头 平均的增长率将达到1.6% 而欧盟委员会预计 荷兰在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 僅僅是0.6% 而通货膨胀暂时仍然维持在高位 欧盟的年军通胀率是9.3% 但明年的物价仍然将居高不下 通胀率平均是7.7% 今年荷兰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欧盟的其他国家 平均是11.6% 而欧盟委员会预计 通胀率只有在2024年才会降到3% 由于提供所有关于能源的补贴措施 荷兰政府的赤字将再次扩大 而政府的债务便会增加 看下乌克兰的战争了 乌克兰收复了克尔松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在俄罗斯军队撤出后 乌克兰的军队星期五 进入了南部重要的城市克尔松 克尔松行政大楼的顶部 已经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克尔松当地 据信仍然有俄罗斯军队士兵在横抗 乌克兰国防部警告说 每个反抗的俄罗斯士兵都将被消灭 他们只有一个避免死亡的机会 那就是立即投降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 乌克兰军队进攻打入克尔松 乌克兰官方马上报告了进展胜利的消息 据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军队恢复了对克尔松的控制 武装部队已经挺进这个事 国防部呼吁 残疑的俄罗斯军队应该立即投降 并承诺将保护投降者的生命和安全 乌克兰国防部队俄军警告说 你们的指挥官告诉你们 要换上便装并设法自己逃亡 但很明显 你们不会成功地前复逃跑 昨晚乘联司机向参与反击的乌克兰军队战士 表达感谢之友自出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留在被占领的村中和城市的乌克兰人 怎样再次迎接我们的战士 现在很多人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查看 我们的部队去到哪里 还有哪里升起我们的国旗 而西方就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 较早时 挪威政府宣布将向由英国主导的乌克兰国际基金 捐款1.5亿美元 用来购买无人机 无人机的干扰置备和炮弹 以供乌克兰方面使用 而荷兰政府也宣布向这个基金捐助1亿欧元 用来资助乌克兰购买军事物资 美国政府11月10日宣布对乌兰追加价值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包括防空系统的导弹 以及用于寒冷天理下的防护装备 而西班牙政府星期四宣布 将在这个国家已经向乌兰提供的 4台英式地对空导弹发射器的基础上 再向乌兰援助2台这种发射器 以应对俄斯的入侵 美国乔治·布什总统中心今天宣布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11月16日将和台湾的 这个会议是由这个中心旗下的 乔治·布什研究所 自由自家 以及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共同举办的 预定在当地时间16日的 直流早9点钟开始 会议开始 乔治·布什将和泽连斯基视频通话 接下来 蔡英文将发表视频的讲话 活动的后半段分成五场的对谈 邀请美国的前官员以及专家学者 就全球自由奋战抵抗威权的威胁 新兴技术和自由未来 美国怎样协助和支持民主人权 运动和人权等主题进行交流 乔治·布什总统中心在活动介绍中写道 自由在全球遭受到袭击 好多国家面临民主的倒退 问题在乌克兰尤其显著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份无端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的遭遇 亦等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的安全问题 拜扎会14日在印尼巴尼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印尼出席G20峰会 期间将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等多国领导人 中国外交报发言人华春莹 11月11日宣布说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邀请 习近平将在11月14日至17日 赴印尼巴尼岛出席20个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另外应泰国首相巴尼的邀请 习近平将在11月17日至19日 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京合组织 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议会期间 习近平将应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美国总统拜登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阿根廷总统费尔兰特斯等多国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见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 卡林·杨皮艾10日发出的正式文告 拜登将在11月14日在巴黎岛和习近平会面 拜登9日说 他下个星期一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将厘清中美双方的红线 以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不过拜登坚称说 他不会做出根本性的让步 中国公布防疫的最新政策 一共包括20条措施 中国星期五终于宣布放宽而行 严格的新冠肺炎防疫政策 包括取消入境航班的容断机制 缩短入境的隔离期 缩短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 调整风险区的划分 制定规范性核酸检查等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星期四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回报 并研究部署进一步 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 中国官方当日并没有公布 这20条措施的内容 根据新华社和央视报导 会议上说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的总量不足 一些地区的疫情 还有一定的规模 但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坚定不移地贯彻动态清廉的总方针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据微信公众号健康中国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星期五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 简称是通知 在入境方面 通知明確 将取消入境航班容短机制 并将在登机前40个小时里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调整为登机前48小时里 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时 对于入境的人员 将7日集中隔离 加上3日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日集中隔离 加上3日居家隔离 其间库马管理不得呆出 第1、2、3、5天 各展开一次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第1天、第3天 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入境人员 在第1个入境点完成隔离后 到目的地不得重复隔离 对于入境的重要商务人员 体育团组等 通知亦明定可对其点对点转运 到免格离闭环管理区 得以展开商务、训练比赛等活动 其间库马管理不可离开管理区 在境内防疫方面 通知要求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 严格按照第9版防控方案 确定的范围 对风险崗位 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严禁随意封效停货、停工停检 未经批准阻断交通 随意采取静密管理 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 随意停检等等 各项层行加码的行为 通知还要求 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 调整为高低两类 对密切接触者 将7天集中隔离 加3天居家的健康监测管理措施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 加上3天居家隔离 下面具体看看国家卫健委 星期五公布的20条新举措 第一条 对密切接触者将7天集中隔离 加上3天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 加上3天居家隔离 第二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第三 将高风险区外日的人员 7天集中隔离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期间库马管理 不得呆出 在居家隔离第1357天 各开展一次核酸的检测 第四条 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 调整为高低两类 最大限度减少管控的人员 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流动为单位 策定 不得随意扩大 第五条 对结束闭环作业的高风险崗位 从业人员 由7天集中隔离或7天居家隔离 调整为5天居家健康监测 第六条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 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糾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的做法 第七条 取消入境航班用短机制 并将登基前48小时内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调整为登基前48小时内 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第八条 对于入境重要商务人员 体育团组等 点对点转运至缅隔离的闭环管理区 开展商务训练比赛等活动 第九条 明确入境人员阳性判定标准是 核酸检测CT值35以下 第十条 对入境人员 将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 第十一条 加强医疗资源建设制定分级分类的诊力方案 第十二条 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第十三条 加快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的储备 第十四条 强化重点机构重点人群的保护 第十五条 落实四组 即是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要求 减少疫情规模和处置的时间 第十六条 加大一刀切层层加码问题整治的力度 第十七条 加强封控隔离人员的服务保障 第十八条 优化校园疫情防控措施 第十九条 落实企业和工业延区防控措施 不得擅自要求 事关产业链全局和涉及民生保供的重点企业 停工停产 落实好白名单的制度 第二十条 分类有罪地做好制度人员疏解 目的地要增强大局的意识 不得拒绝接受制度人员的返回 看看这些措施是否做得到 今天十一月十日 看中国来说是通常的光棍节 但今年的双十一低调过 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宽节 内地的电商平台十分低调 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年轻人 亦移情不在 阿里巴巴宣布 今年不单止不办名人的晚会 亦不会举办最终商品成交金额 统计倒数计时的活动 阿里巴巴预计 消瘦额可能紧紧和去年持病 今年双十一前夕 一篇年轻人逃离双十一的文章广传 文章指出内地电商节的四行 直播大货无主不在 给了年轻人逃离双十一的新理由 内地消费者分享说 很多东西没必要等到双十一去买 经常就会有打折速销的活动 文章指出 网络行销无孔不入地滲透入生活 当消费主义企图绑戒人们的欲望时 亦消费主义的人就多起来 很多年轻人都加入了这个行列 亦有媒体批评部分商家 采取先障的后降价 欺骗消费者有折扣的现象 此外 新冠疫情的限制和工作的不安全感 亦使得经济活动受到干扰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